很跨电台电视台的林德荣在向漫画界前进 在11月12号举行的阿炳漫画月刊记者会上 林德荣表示原来自己很受小孩子的欢迎 所以才会突发奇想想要推出儿童漫画书籍 他说他的儿子都不叫他爹地反而叫他阿炳 林德荣虽然没有纠正孩子的错误 反而将错就错推出阿炳漫画月刊 说回正常的这句话 很开心 我另外一个BB又诞生了 这次是出这个漫画的 最主要为什么有这个构思要出这本漫画呢 就是我发觉阿炳的影响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对小朋友 因为很多时候你走出街 你会发觉越来越小的那些小朋友会叫你阿炳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包括我自己的儿子都是这样 每天睡醒都是阿炳阿炳阿炳 也有些父母会说 我儿子你很喜欢你的 说的是多少岁呢 是两岁、三岁、四岁、五岁、六岁 我觉得是时候要出一本益事的漫画 给小朋友有读书的这个习惯 只要他肯去购买书 让成这种习惯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好事的 这次非常之于荣幸 请到很著名的漫画家Michael Chua 还有成班的合作班底 包括Andrew引刷商 还有萧明他们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教育部长 他都支持这本书 因为之前已经给他看了整本书了 看完之后他觉得潜质非常之大 然后他可能还会出阿炳的参考书 阿炳教你做科学 阿炳教你做宣术 做地理 阿炳教你华语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赚不赚钱 由他先 这本书如果可以赚很多钱 其实是骗你的 因为这本书在卖4.9 一年的订费 刚才是58 半年是29 今天还要送你很多T-shirt Nood pack 他不是一本赚钱的东西 但他的意义非常之重大 因为我自己都有儿子 我都希望他们 扬成一种看书的习惯 卖书的习惯 因为马来西亚这种情况很少的 你说买报章买书 都是一些比较年纪大的朋友 我想希望小朋友都会 叫爹地妈咪去卖书看 他既然有这种习惯 去卖一本漫画 他就可能会选其他的书 也是演员和DJ的林德荣 目前也积极投身在慈善的工作 尤其到学校去演讲 林德荣更是一毛钱也不收 主要是希望将自己的亲身经历 与现代的年轻人分享 林德荣在记者会上透露 自己只念到中四 甚至因为没有HBM文凭 差点无法到电台上班 他说很多年轻人 以为要成名很容易 其实自己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都没有人看见 其实在很多年前 我已经开始做两样东西 是我坚持不收钱的 一个就是次次活动 只要有时间就OK的了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去学校 无论做任何东西 只要是在学校 无论是中学、大学、学院、小学、幼稚园 我只要去学校 我会分文不收 甚至很多时候 我还会捐些钱给他们 阿炳这次去学校给拖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很多时候都会去学校给拖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想给一些曾经像我的朋友 小小时不想读书 懒惰的朋友 一个反面教材 这个反面教材就是 你可以跟回我这条路的 但是你害不害怕 一个星期睡少了十个小时 这样的生活我已经熬了十七八年了 十七八年都是一个星期做七天 一年做365天 一年做六七八个工作 你害不害怕 你做不做得到 你捱卖得住 还有你有没有那么好处呢 以前我没有读书 我不懂字 我后面进修得非常之多 我看很多书去进修自己 upgrade自己 那你们会不会呢 如果不会的话 我当你浪费了十七年青春 你浪费了这十七年青春 你已经暴入了中年了 我已经三五岁了 那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因为为什么呢 都是你后悔 你再重新来过 你没什么斗志了 所以我的反面教材就是 我告诉你 你可以尝试我这条路 但是这条路呢 在未来的日子是不行的 我们经常都听 我们阿爸 我们阿爷那一代呢 可以白手兴家 只要做些小生意 省省省省 就说八万富翁千万富翁了 到我们这一代不行的了 你不做不行的了 对不对 你没有智慧不行的了 你要想东西的了 下一代 下一代什么都讲失的了 所以 我不要求你一定要去读到大学 但至少 至少你们一定要读方法 这个是阿炳的talk 主要带出的point 那这本书呢 入学校呢 只是一个副作品 那他们看完我的talk之后呢 可能跟我拍照啊 可能买一些书 来给我签名啊 这个就是一个副作品 很跨多个领域 林德荣坦言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休息 他说 很担心自己的身体有事 尤其看到早前拍戏的伙伴 朱云辉 忽然逝世的消息 让他更加担心 而不管做身体检查 林德荣这么忙碌 问到他如何抽时间陪家人 林德荣说 他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其实我个人是真的疯狂的啊 因为我真的有点神经质的 因为为什么呢 当我忙了七十几八十个钟的时候呢 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境界的了 因为那时候 你们已经不觉得 黑眼睡是什么 可能你的身体已经忘记了 睡觉是什么了 很多时候呢 我太太说 你现在有两个钟头了 你可以睡一睡 但我看到我儿子呢 我身为一个爸爸 我觉得 我不可以这样的 我真的 陪他不行的 所以我有两个钟呢 我分分钟呢 会带我儿子去最近的商场 陪他逛逛街 看他有什么要卖啊 陪他玩一下 他所谓的动动卡 我儿子会说 你这一批动动卡 所以我都会带他去玩一下 机动啊 玩一下一些车 所以 我不怕我和儿子之间有感情 因为为什么呢 我都会尽量抽时间 譬如我如果在厂 拍我自己的阿炳 siccom的时候呢 我都会叫我老婆 我现在拍电影 你带个儿子过来吧 那么他都会见到我的 所以我不怕 他们会投诉 我老婆更加 更加不会投诉啦 我这个忙 我通告 我也是可以排的 林德荣有幸入围 2010年十大节出青年奖 虽然还未公布是否得奖 林德荣说 能够受到肯定 就已经非常开心 阿炳漫画月刊创刊号 已经推出市场 林德荣不排除 将来会有阿炳动画 以及各种周边产品 如书包及文具的推出 早就会订阅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一个小时的 就是我们下转了 小时的高速广州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